要幫我們拉票追票 謝謝 下面有我電話跟LINE 都可以找到我 謝謝 要選民掃一掃加個LINE 就能隨時找到他 參選大安區立委的苗博雅 趁著中原普渡充元氣 也充網路聲量 只是LINE真的能幫YouTube 順便充元氣嗎 苗博雅之前幫副總統 賴清德解釋YouTube 訂閱三個月充十萬粉絲的原因 也更上虛窍心 那賴清德的粉專有八十萬個粉絲 他的LINE裡面有十三萬個粉絲 他對九十萬人發訊息 然後有一萬多人來訂閱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流量 從一百兩百 到每天有六千兩千 這樣子的正常 我想這個苗博雅 是好傻好天真好單純 笑說苗博雅好傻好天真 畢竟十萬訂閱不容易 喬喬空戰王柯文哲 訂閱已衝破七十六萬人次 至於侯友宜賴清德 或許不用擔心 訂閱人次將近1.6萬 許曉心秀出網路截圖 要證明有社團幫賴清德充人氣 而且只要在底下留言按讚 就能有簽令 有一組所謂的協會 他跟賴清德是 他是很支持賴清德的 他們就在網路上面動員一些學生社團 就說只要呢 你幫忙在這個YouTube底下留言按讚 完成這個任務你的社團 就可以等於拉贊助領三千 你這個源頭的爆料文 現在都已經被證實是 到帳號的帶風向文了 那我覺得在這時候 巧欣應該要有一點理智 要先下車 打算許曉心才是被騙的 喬布亞說網友都私訊 他是被到帳號才發文 搞了半天原來他才是被騙那個人 我所提供的所有資訊 都是我自己親自去網路上找的 iPhone 15要出了 我們很擔心 這麼單純天真可愛的他 又會再上當受騙 到底是誰被騙 兩人各說各話 TVBS新聞 小禮想回家洗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